大家好,今天呢我做一道我们本地小有名气的一道酸粥美食啊,来 我不知道你我不能伤得出一道 三道就是用那道的汁 多喜ön酱 一道不通 这道路面有 sentido 很古马 有冰箱 花,大便 一道何左手 一道很快 太快 这个要小火慢慢的煮慢慢的炸 然后炸出很小的味道出来 刚倒进去的时候 它还没开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碰铲 碰铲的话呢 就会变腥 变有味道 这个酸粥养了很久了 现在它已经很酸了 吃不了那么酸呢 就放一点粥进去 它开了之后呢 放一点陶油进去 再放入一点盐 再倒入一点生抽 现在大家看是不是像那个哪个国家的那个咖喱呢 我们擦一个 把脂酥放进来 这个是老抽 然后增加颜色给的好干了 搞定 来 开饭 这个是我们这一边的卷冬粉 这一边的卷冬粉 要把它拧起来 捞酱油呢 那这要切起来就比较入味 这一边的卷冬粉 整容粉 这里有 这样 更多 要更多 有辣椒的话可以加一点 这一个双周好像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喜欢吃 双周美食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可以文化遗产来开饭 这一个酸酸甜甜特别适合喝酒的羊 一边喝酒的人一边吃这一个送酒的话 我以后喝的太多了 这一种酸酸啊它是非常的开胃的 就是平常你吃两碗粥的话 要是有这一个的话就少要四五碗 确实太香了 大家别看着它那个罐里面的那些菌 那个是菌 别看那么多的菌 这里面全部都是蛋白质 还可以没营养盐的呢 这个用高温用油炸了 油炸了之后就变成我们的美食了 平常可能很多人看不到那种菌 虽然它很小但是我用那个手机去放大 就看到它们了 大家不要害怕那一种是一双均来的啊 当然很多人看到了可能就不敢切下不了口了 但是我们吃这个酸豆啊从小吃到大 很多本地的那些漂亮的美女 哎呦 喜欢这一种呢 它还可以放入那个很多的蔬菜放进去 特别是那种包菜之类放进去弄的话 我又吃起来脆脆的非常的爽口 嗯 我们本地经常都放那些麻菜进去 嗯 太好吃了 嗯 这种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反正呢 好吃的 我们都吃 不好吃的谁会去吃呢 对吧 像我们过节 每年过节的时候 全部一大多都是那个肉 全部都是肉 菜啊海鲜 但是呢 这一个被吃得非常的快 大概就是一台桌十分钟 这一碗就没有了 这一碗你就必须要加了 所以啊 这些东西 嗯 没期货的话怎么说呢 就不懂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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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嗯 啊 爽 太香了 接下去 再拿一杯茶的话 那就香乖乖了 好了 这个双粥就是这样子 要是大家有机会尝试我们这边的双粥的话 一定要尝试一下 这边很好吃 我不骗大家 那些不好吃的话 谁会去吃啊 浪费固子嘛 然后这一个 是老鼓动的 一直这样传下来的 我们吃的都是金针要费啊 好了 这些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